佛祖佛师,所有众生生无过者, 借得他心之痛, 若不惜之,一引脑犹头, 为其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证据。 他心痛 我们看出去 一鸣呢,他心之痛 他心之,乃知他人心念之之 别人,其心动念,他知道 他心致痛者,照一切众生心中所念 如明镜心万象股 这是说他心痛的样子 别人,其心动念 你看得很清楚 像镜子 照外面现象一样 清清楚楚 那么这个愿的意思 此愿之一 如陈仙人 世俗 又以知他心为有 何夸 除身礼物 说明 这一愿的重要性 那世界 都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在说什么 在做什么 为什么 你知道就能跟人 鸿沐相处 啊,别人不喜欢的 我们不说 不想 不做 啊,大家都欢喜的 我们去做 我们多想 啊,多为社会大众 做一些贡献 这很重要啊 啊,如果都能知道 这个世界 不再会有斗争 不再会有战争 啊,只是不知道 他的心想什么 在这里猜疑 越猜越古 观察一个人 多半都 不是往他 好处去想啊 都想他的不是 这世界麻烦 真地 就出自此地 只看别人的 过错 不看别人的优点 天下 美好人 这个会造成 社会混乱 会造成 巨大的灾难 啊 如果是换一个方向 只看别人的 只看别人的好处 不看别人的过失 这就是太平 绅世 这就是幸福人生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欧耶达斯 在宗论里 都讲得好啊 是缘没有好处啊 啊 这个世界呢 所有一切众生 啊 这个缘 是指人死 有没有善悟 有没有好处 没有 好处在哪里 好处在我们自己的心 你用什么心去看 我们用不善的心看 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善法 我们用好心去看 这世间人 多少人 正福后 世尊 在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 从心相随 这句话说得好啊 啊 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成就的 阿弥陀佛 看一切众生 都是诸佛无上 他没有看到邪悟 为什么没有邪悟 他心里没有邪悟 这一点太重要了 那我们看到邪悟 是心里头有邪悟 带着这些肮脏的 像眼镜一样 看外面的思想 统统都带着 让我 不是外头真有让我 我们眼镜上有让我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心有让我 见色纹身 眼睛像个照相机一样 他们有是非善悟 只是把外面的状况 直接传播 给第六意识 已经不分别 而也不分别 谁分别呢 第六意识分别 莫纳是智主 所以 主要是晨智德 主要阿赖耶为大圆心智 主要莫纳为平等心智 主要第六意为妙观察智 那什么 佛智佛见 佛智佛见 就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住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闻得清楚 样样清楚 没有起心动念 那来的是非善悟 这是什么境界 祝佛如来的境界 法身 菩萨的境界 法身是住 是我状元度 不是摄法界 摄法界里头不行 摄法界 四身法界 为之住 又分别 那么我们 见色闻神 妄想分别 职者 通通 有 在刹那当中 全其作用 这叫反复 真正修行 我们完全明白了 真正修行 修舍 六根 皆从外面 六层境界 不起心 不动 不分别 不止住 这就是佛法教的修行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妄想 断掉了 起心动念 是妄想 这个难 真难 因为起心动念 这一句话 我们体会不动 起心动念 对我们来讲 概念都没有 我们看到经上 释迦牟尼佛 跟弥勒菩萨 谈话 才有个些概念 这个概念 我们掌握不到 那 佛问弥勒菩萨 我们六道凡夫 心有所念 心里起个念头了 我们知道 我起个好念头 帮助众生 我求我念头 独占所有 最后就起念头 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多个系念 形成这个粗地念头 弥勒菩萨 向佛报告书 一摊纸 这一摊纸 一摊纸 有三十二亿 被千年 一百个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个十万 三百二十兆 这一摊纸 三百二十兆个 灰系念头 组成 这一念 我们有个概念 那个系念 没有概念 现在我们是用 苗族单位 释迦牟尼佛的手没有 做苗族单位 这是 西方人 他们所有 现在全世界通用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小时六十分 一分六十秒 一秒 我们有概念的 但是这个概念 还是很模糊 我们如果要问 在一秒钟 这个时间里头 你看到的是 如果我们坐在火车上 那火车正在行走 一个小时三百公里 不算多 我们打开窗户 看外面 语言处 没问题 看它 镜边 镜边什么 电线看 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不清楚 知道是个电线看 一下一下就过去 很快就过去 因为看到人 人什么样子 不知道 小的有个人的样子 男人女人 能分别 再就分别不出来了 那么现在把速度 加 一直加到 这一秒钟 可以谈七次 三百二十兆 再乘七 两千 两百四十兆 一秒钟 也就是 一秒钟 两千 两百四十兆张的 动画片 在你面前传过 你知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个四十真相 就在面前 我们的眼睛 看山火大地 树木花草 看的一些人 人物 都在那边 一丝毫 感觉都没有 我们这六根 真不管用 可是 我们六根的 本能管用 你看 你看 否则大臣经常告诉我 这样微细的 波动现象 八地菩萨看到了 八地往上去 九地 十地 等觉 妙觉 五十二个位置 最上面这五个位置 他们通通看到了 这是真点 米勒 更浮屠 能说得出来 是他们看到了 他不看到 他怎么说得出来 今天量子力学家 用最新进的 仪器 写为进 能捕捉到 一千兆分之一秒 就是在这个频率 一千兆分之一 他能捕捉到 能不能抓到 福泽经常讲 是 两千两百四十兆 所以 佛看的 比科学家 在仪器上看到的 更清楚 佛菩萨 不需要用仪器 用什么 用自己的 清净性 平等性 这样 高频率 温习的波动 他都能看得 清清楚楚 这里头 最重要的 意义 佛有这个 本能 我们也有 我们跟佛 美联阳 那华言上说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我们都是 为什么现在变成 反复 变成这样的 迷了 迷失了 自信 越迷越深 这个 越迷越深 会从现象上 能明显感觉到 比如 我第一次到香港来 建议 五十岁 那一年我五十岁 香港这边 人 人 死 环境 没有现在这么复杂 人口也没现在这么多 那个时候的人口大概三百万 人都很老实 头脑没那么复杂 为什么 那是已经有电视了 黑白的 没有彩色电 黑白的 电话 手机 没有 那时候没手机 那人 见闻觉知 没有现在这么复杂 现在这个量 比六十年前 成长十倍不止 所有的米 越迷越深 越迷越狠 难回头 不是好死 那我们要不是修佛了 我们给人 没脸 修佛之后 知道方法 不看电视 不看新闻 我差不多五十年 没看电视 不听广播 不看报纸 什么都不知道 每天日子好过 人问我 今天太平无死 古人说的话有道理 知悉多事 烦恼多 那这些媒体在制造烦恼 我们可以拒绝 不看不听 你要是跟着他走 他天天报道 你天天听 真烦恼 你怎么能得清净心 清净心 神智慧 让无地心 神烦恼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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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